人工智能一定会在将来影响到这个编曲的工作 包括这个整个创作的这个方面 动力 因为 今天迟到了 现在都已经10点20了 那个送孩子的时候发现忘了带鞋 然后又跑回去拿鞋 所以耽误了10多20分钟 现在才到学校 干净了 今天我的partner也没有来 我们学校旁边经常有拍摄 经常有一些production 今天还带了一个朋友过来 他想去上台莫妮卡 我说你刚好送路带他过来 所以路上多了一个半 就没有路上没有录视频 路上他也帮我对了一下词 他帮我念词 然后来对我的词 今天下午还要去 AFI去一个in-person的audition 所以办得年轻一点今天 今天上课是那个老师 就是之前教我们那个business of the business 的Austin那位演员 就是working actor 他今天除了跟我们做这个课之外 他还讲了一下就关于那个编剧工会的这个罢工的事情 他说这个罢工的话应该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 有可能四个月甚至更长 所以的话目前一些大的那个production都是停下来的 包括演员工会还有导演工会都是支持这个编剧工会的罢工的 所以大家都很统一 因为只有真正的罢工停下来才有用 主要就是说这个除了之前说的网络平台改变了游戏规则之外 还有一点就是人工智能AI 像那个chat GPT 这个人工智能的话一定会在将来影响到这个编剧 这个的那个工作和包括这个整个创作的这个方面动力 因为有一些studio 有些电影公司他就开始用那个AI来写剧本 然后再把这因为他毕竟不是人 他可以很高的效率写出很多东西 他缺少一些人性的东西 AI写的剧本最终还是要交到编剧那里去修改和润色 但这个结果就是我要付给那个编剧的费用就会越来越低 所以的话将来这个创作就编剧的创作就会受到打压 所以这个确实是很重要 所以他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将来会很长时间没有这种商业的这种片子的audition 那就应该把这个现在这个时间放在去充实自己 然后去自己写些东西 自己做一些原创的东西 或者做一些自己的内容 或者学一些技能 但是在如果这个罢工有成功的话 那将来的话是对大家都有好处 那将来的这种机会和这种福利 就利益就获得的这种保障也会越来越大 所以的话这个他说的挺对的 我觉得关于上课的内容的话 今天就有一个新的那个方法 他就让两位就是在对那个新的词的时候 就是两个人都就是绕了圈走 不一定看着对方 然后就边走边说边走边说 这个蛮好的就是 那你就是在有个动作 然后慢慢的把你脑子里气的东西 变成你身体上 就是记忆在这个身体上 不是在脑子里在想 因为你做过前期那么多的背 或者是快速的读之类的 那你在这个边走的时候 你就慢慢的把这些 你所巩固下来的东西 通过这样流动的 你就很自然的说出来了 对这主要就是这样 我也上台了 我那个partner不在吗 所以就是另外一个同学跟我对的 他就来读 现在我去接 今天我把他带过来 Santa Monica的那个朋友 然后待会吃点东西 然后再去AFI audition 刚刚我也问了一下老师 就是我说那个in-person的audition 跟subtape不一样吗 因为有时候我之前的话 很多时候就是给我读台词的那个人 他就坐在前面 他就视线也不太好 然后就是会影响 就是他不会说站在我面前 然后我就说这个怎么办 他就说那你就有礼貌的请求 或问他 就是说我可以这样吗 你可不可以这样 你可不可以站在这 或者怎么样 他说你进去那个房间 你就拥有这个房间 你就有一个 你要拿到这个主动权 你要去把你的要求 你的一些请求都说出来 所以的话 对 我待会会试着这样去用 AFI 还是这间 上次我说台面的这个 desde 与人们说台湾 就没关系 好 我 等你 咱 centers 都是 把人中策 进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